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色调分离 这个命令 另外在调整图层这里呢 也有色调分离 那我们就从调整图层里面看吧 我们选择色调分离的调整图层 来看现在这个色相环 这个颜色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颜色变少了 是吧 原来是一个这样一个平缓过度的 这个全色相环 那么使用色调分离之后呢 就感觉这个颜色就被分离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颜色 那么色调分离这里有一个色阶 只有这一个参数可以调 很简单 那现在是色阶为四 那如果我们来增大这个色阶 那这个时候颜色呢 就就变多了 这个过度就越来越平缓 那这个色阶这代表的什么意思呢 比如现在我们把色阶调到最小 最小值是二 两个色阶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通道 通道里面 红通道 绿通道 蓝通道 通道里面呢 就只有两个颜色 也就是说 一个通道里面 只有两个这个发光级别 那一个八位的RGB通道里面 最多有多少色阶啊 256个 0到255吗 是吧 所以这个色阶的这一头呢 就是255 那么也就是说 调到最低是两个 那我们把它改成三呢 哎 这通道里面就有三个色阶 就是白色啊 白色灰色黑色三个色阶 三个色阶三个通道 这样组合起来最多 就可以显示这个12种颜色 这一圈 当然我们是调到最低的话 两个色阶三个通道 想组合呢最多就是六种颜色 就是红黄绿青蓝阳红 这个色调分离 对于彩色图像呢 对于照片呢 就是啊 明显的颜色变少了 这个过度呢 感觉比较生硬 这一格一格的是吧 那对于黑白的照片 有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效果 啊 或者是黑白的图像 你比如说 按这里有一个黑色的 这个色块 那么这个黑色头块 我们给它来一个 来个渐变 加一个渐变 然后给它加一个 就这个黑白渐变 然后把角度转一下 转45度 啊 变成这样的一个渐变 这样就做了一个 这种类型的渐变 然后你就给它来一个 色调分离 哎 可以把色阶 加大一点 或者减少一点 哎 就制作出了这样的图案 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图像啊 或者照片 要创建的比较大面积的 单调的区域 那就用这个色调分离 也非常的好使 那好 那又比如说 还有就是 比如说一张照片 我要用于某种特殊的印刷 但是这个印刷呢 它限制颜色啊 就是我这个印刷的颜色 只有四套色 或者说只有五套色啊 就比如说只有四套色 这个时候我们做的图片呢 就要把它这个分出来 把它分成四套色 就可以使用这个色调分离 那怎么来做呢 我们首先把这个彩色图片呢 我们把它转成灰度图 啊 这灰度模式 去掉颜色 扔掉颜色 在灰度模式里面 我们再使用色调分离呢 这个时候它的色阶 哎 就是 是多少色阶 就有多少颜色 因为灰度 它这个通道就是一个 哎 单个的灰色通道 所以我们现在选择 四 啊 这个时候选择四 那么这个画面上呢 就有四种颜色 哎 这样呢 就把这个色调分离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来 转换回去 模式转换为RGB 或者是CMYK 那比如我们转换成CMYK 也可以 CMYK 拼合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画面上这四个灰阶 填上相应的颜色 就可以了 那比如我们就用现在 呃都学过的 那最笨的方法 用模棒 用模棒就可以 把容差设定为1 然后呢 这个消除巨尺 这个取消 连续这个也取消 这都取消了以后 就可以一下子选中 这所有相同的颜色 而且很准确的选中 比如我们先把这最亮的白色 白色是最亮的 这是第一种颜色 把白色选中 然后我们选一个颜色 比如说是印刷要用的颜色 用这个浅蓝色吧 确定 啊 我们把这个填充过浅蓝色 来 这是分离出来的第一种颜色 然后我们回到原图上 再来选天空的颜色 好 这个 我们把容差值可以改大一点 改到 啊 改个三 保证这个颜色呢 都被选中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再给它一个深点的颜色 那我们选的颜色呢 就好比说是我们以后印刷要用的颜色 限定的颜色 再接着填充 然后再来选 第三个颜色 这种深灰色 啊 在这个基础上再来选一个这个限定的颜色 再来填充 啊 再来选最后的黑色 一共是四个颜色嘛 黑色 给它一个这样的深蓝色 再来填充 这样呢 照片上就只限定了四种颜色 其实我们就限定了这四种 都搭配好的砖色 啊 比如我们已经配好了那四种砖色的油墨 然后把这个图做好呢 就可以直接去印了 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印出来的东西 和我们显示器上看到的这个颜色呢 啊 能保证一致 啊 这就是色调分离 这个小命令 它得一点小小的应用吧 啊 这个小命令 呃 用的不是特别多 那如果我们在一些特殊的工作中呢 遇到它呢 知道怎么用就可以了 那好的 嗯 这一节就说到这 咱们下节再见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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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